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唐丽琪 这次的话题是有时间限定的 也就是2015年上半年 星象上有一个火象大三角 它形成了一个能量回圈 它让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三个星座公位 都有特别突出的表现 所以你一定会感受很强烈 那就是木星狮子 天王星母羊 跟土星射手 所以它到底会对12星座 每个星座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来看一下火象大三角的能量 对水象星座的影响是什么呢 水象星座巨蟹 天蝎跟双鱼座 那么这个火象大三角 运作在我们的土象公位 土象公位是什么 那就是跟土有关 我们的二宫 二宫是跟我们身体 跟我们的金钱 跟我们的占有欲有关系 那么这当然往好的方向 就是我们会注重金钱的问题 我们会想要理财 我们会想要把我们的资产算一算 我们会想要投资 或者是我们会有机会把钱花出去 花在哪里呢 也许是买房地产 也许是买一些我们觉得 很有价值的动产等等 所以咯 这个我们的金钱的来来去去 将会在这一年非常的明显 你的危机意识也会高张 再来就是土象公位的六宫了 六宫是什么呢 六宫是跟专业有关系 也跟我们的工作啦 身体健康啦 以及我们是不是要请助理啊 等等啊 跟助理的相处 所以这段时间 也许你的公司有机会扩大 你的工作规模有机会扩大 所以你有土地了 或者是在工作方面 你的工作量增加了 这个水象星座的人都越来越忙碌了 也因此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因为有可能过劳 所以咯 所有水象星座 就是巨蟹 天蝎 跟双鱼座的朋友也要注意身体健康 工作是非常忙碌 那你也会意识到工作是不是专业 亦或是你会因为很专业 而工作量大增 再来呢 就是时工了 时工也是图像工位哦 它是什么 它是名声地位 所以所有的水象星座朋友 你们都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更上什么一层楼呢 也许你本来是员工 你现在决定自己出来开公司了 自立门户 或者是本来未婚 而成为已婚的人 或者是本来是单身 或者是顶客族 但是现在变成了小孩的爸爸妈妈 这些都是你的身份地位提升的地方哦 那当然咯 另外一种 如果你也是工作狂行的 那么你也会想要在专业上 做一个形象的提升 所以某个部分你会去无存经 比方有一些多余的工作 你就不接了 你就不做了 你想专注在某一个领域 让别人觉得在这里 你是翘楚哦 你是有机会让自己水涨船高的 身份身价 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水象公卫的水象星座的朋友 你都应该替自己争取哦 这段时间如果你觉得该加薪 或者是你跳槽 基本上都有机会让自己的身价水涨船高 我没有鼓励你跳槽 你可以自己想想看哦 好 那么这图像公卫呢 也被触动 也代表我们的体能体力 都是值得在乎的 也许你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而开始要做所谓的锻炼 我会赞成你去锻炼 因为一旦意识到这个部分 代表你的身体已经提出警告跟需求了 所以这个时间也是健身的好时机了 来看火象三角对三个星座的影响 巨蟹的朋友对你来说呢 你的才华是被肯定的 所以就好像挖宝藏一样 别人会要求你 而你也会因为要求而表现得越来越好 那这也是你转型的一个好契机 或跨界的好契机哦 所以如果你转型转航 我都不会太压抑 至于天蟹座的朋友 其实你要争取的是 长官长辈对你的呵护和爱护哦 你的长官运势非常好的 那也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 你还是要在你的能力上多一点的付出 比如说换一个方式来做你的工作表现 这可能是你新的一年上半年要走的路哦 你可能比较困扰的是金钱上 也许在理财上 你会越来越在乎金钱的进出 也会注意这个问题 那么对双鱼座的朋友来说 沐昕会在你的这个奴婦宫里 所以咯请员工啦 或者是有助手啦 或者是工作量大增啦 这是一定的 但相对的工作 你的身体问题也会被凸显出来哦 所以身体健康要注意哦 那么你也很可能遇到 会比较要求你的老板 长官或者是那个领域 束缚会多一点 所以凡事呢 你就不能够太浪漫 也不能够太松散啊 你要越来越警觉才行 喜欢我为大家准备的内容吗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记得按赞转发跟订阅哦